老李和妻子结婚多年 两人共同抚养着他们可爱的孩子 家庭生活可谓美满且幸福 然而老李的心中却有个遗憾 老李是当时罕见的大学逼远生 而李太太没有上过几年学 她不懂礼数 不知道让帮忙搬家的人在家喝杯茶 吃顿饭 她散忙大 说话像是要全北平人都听得见 她不会打扮 穿着不合身的旧式棉袄 平日里唠叨的都是生活里的鸡毛蒜皮和家常里短 夫妻两人很难在精神上有沟通 这让老李觉得内心苦闷 老李尝试改变妻子 带她去买新布料 做新衣服 晚上读书给她听 但她根本听不进去 对她来说家务事要比听书重要得多 老李在家里面对没有共同语言的太太 在单位面对一群虚情假意 互相敷衍的同事 张大哥儿子天真被误抓进了监牢 衙门里称兄道弟的邱先生 孙先生们都唯恐避之不及 怕祸及自身 唯有老李为张大哥奔波 去求平日里最恨的小赵 小赵门路广 计量多 两人谈妥条件 张大哥儿子也就放了出来 张大哥女儿秀真被小赵看上了 丁二爷知道小赵不是个好人 担心秀真上当 说了个谎 把小赵骗到荷花塘边 推她掉进河里 淹死了 儿子一回来 张大哥立刻恢复了往日的神器 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 宴请了出事后 对她避之不及的同事们 小赵故意安排饭局 让老李带着一家人来吃饭 看李太太出洋相 当老李升了职 从二等科员升为头等科员时 小赵又安排了一次饭局 算是对上次 看老李一家人出洋相的 赔礼道歉 邱太太知道邱先生鬼混 嘴上说要和邱先生离婚 但因为没生孩子 心里没底气 又因为自己是文学士 不能闹得太难看 闹到最后也就不离了 吴太太也因为吴先生纳妾 吵着要离婚 责怪自己没儿子 堵不住男人的嘴 吴先生被辞了职 吴太太却到李太太面前搬弄是非 说是老李使了手段 最后当吴先生在教育局 谋得了职位 他竟高兴地跑到李太太那里去报喜 离婚的事也就没影了 老李隔壁住着的马太太 婚婉贤惠 知书达理 为了爱情和家人闹翻 与马先生结了婚 可没过几个月 马先生就抛弃他 而找别的女人 最后还把那个女人带回了家 马太太和马先生吵闹过后 又回归了平静生活 老李以为马太太 就是自己想要的失忆 结果却是另一种失忆 对浑浑噩噩的职场 和城市生活 心生厌倦的老李辞了职 带着老婆孩子回到乡下去了 老李是那个时代里 有思想的学识精英 他看不惯机关单位里 那些虚情假意 溜须拍马的同事 他怀疑形同虚设的机关单位 存在的意义 他心里有点说不清 道不明的诗意美 他要的诗意 又不是现实意义的阳春白雪 他需要在精神层面上能够交流的女人 他对婚姻充满苦闷与思索 强大的世俗力量压倒了一切 把老李推入世俗的 就是身边的同事张大哥 张大哥总为不相干的人忙碌 也很得大家的敬重与感激 张大哥把做媒人与反对离婚 当成他一生的神圣使命 在他眼里自由恋爱和离婚是这世间不应该存在的产物 人活在一个社会里 一生都得面对如何和这个社会默认的价值观和谐相处 女人们闹着要离婚 也都只是在闹 最后都不离婚 男人们要纳切 不管太太如何反对 最后都有另一个女人进了家门 如老舍先生所说 这世界不断要求所有人妥协 苦闷 哪分 什么时代 这世界不断要求